飞了一会儿,凤九觉得自己真是傻,好好的干嘛,要从庆云殿就变成鹅子,到太成功门口再变也是来得及的,但是飞都飞到这里了,再变回人就十分的不划算,就当是在训练耐力了算了。 他躲在太成功宫墙上攀着的菩提往身上躲过了来来往往的仙鹅,远远变闻的本来常年熏着白潭的微风里掺了药草的气味,因为很多药草鱼做菜没什么用处,凤九也没闻个所以然出来,只是见得原本冷清寂静的太成功陡然出现了那么多人,心里有些不安。 凤九学了一个小仙鹅开窗的间隙,飞进了东华的寝殿,知鹤正两眼垂肋地守在东华的床榻上,药君在一旁安抚着,公主放心,帝君无甚大碍,只是伤有些重需要养,尚不须闭关。 知鹤咬牙道,我从小待在一兄身边,何时见过他伤成这般,只恨到孟摩仙,为什么不杀了白凤九? 旁边的公鹅小声规劝道,公主慎言,药君做了个依,恭敬地说,依小神之见,公主还是回天君才赏的静西宫,帝君需要敬仰,不宜吵闹,知鹤不情愿归不情愿,可还是依着药君的意思带着几个仙鹅回了自己的宫殿。 眼见的殿里没有人进来,只有旁边瑞寿香炉里,鸟鸟地散着淡淡的药香,凤九松了口气,从一个架子上飞下来。 他停在空中许久,仔细地端向了一下东华,没料到一阵风吹过来,他一时没掌握好平衡,就向下栽了下去。 仗着自己灵敏,他滚到了东华头边的枕头上,一声清响就埋到了东华的头发里。 凤九好容易才抖抖翅膀,跳到了东华的被子上,满鼻子都是白痰悠悠的清香,这样的动作不做太多年。 但当初他还是织狐狸的时候,就这么赖在东华的床上,东华怎么敢就是不走。 无奈之下,东华也只好默许了他睡在他的床上,他就夜夜伴着白痰的香气入眠,久而久之地进成了习惯。 须知,这个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习惯了吧。 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凤九默默地向东华道了个歉,便继续歪歪斜斜地飞回青云殿。 如此飞来飞去,飞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晚上,凤九照就熟门熟路地飞进东华的寝殿。 在东华的被子上,做了一炷香后,便扑扑翅膀,打算回去。 团子最近被白浅罚了作业十分辛苦,他正打算早点回去帮帮自己的小表弟翻翻书之类的。 他刚刚飞起来一点,猛然觉得谁扯了他一下。 一阵头晕目眩之后,他万分尴尬地看着上方东华的眼睛。 搞不懂据说睡得很沉的东华,据说伤得不清的东华,怎么就有此等力气把他不但变回了人,还扑倒在了榻上。 他咳了一声,觉得东华的头发挠得他有些痒。 在这等情况下,他居然悲切地觉得,自己的法力,韦时太不济了些。 他使出吃奶的寄出的三万年修为,竟然只让东华昏睡了三天。 当然,他究竟是不是昏了三天,还有待考证。 他冲东华善善地笑了笑,那个,帝君啊,你能不能,先让他让我下来。 东华高深莫测地看着凤九,凤九也韦时没从他冷冰冰的毛子里瞧出什么所以然来。 他倒是第一次看见了自己刺过去的那一件在东华的左肩上留下的伤痕。 东华这几天睡得十分踏实,被子也裹得很紧,他也没机会看探自己造成了多大的破坏。 那件伤此时除了穿口处还犯着些血色,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出来。 凤九,雾字,垂头丧气起来。 他一向以为自己三万岁便打遍青秋无敌手。 法力虽然定不及东华这些老神仙,但好歹也算新秀一位。 这么三万年一下戳过去,就像是不小心割了一下似的。 显得他青秋凤某人是多么的弱呀。 凤九想得出神,一时间倒忘记了二人保持着什么姿势。 东华低头看着凤九额间的凤语花,有一刹那的恍惚。 因为他昏睡的三天,似乎可以听到一个女子绝望至极的抽泣。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为什么呢? 你答应过的,你答应过的。 我现在穿着嫁衣来了,你起来呀。 梦里的女子,似乎额间有那么一朵似曾相识的凤语花。 要恍惚只是一刹就掠过了,快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东华当神仙,当了几十万年,梦也做过不少。 也只当是修为反噬了一点,导致轻微的魔障,就没有放在心上。 凤九从悲愤和扼腕中解脱出来,立刻像支泥丘般,趁着东华刚醒,力气没平日理大, 一下子钻到床榻旁理了理衣上,罢了还摆出一副甚为端庄的笑容。 好像他就是刚刚来探望东华病情的鲜聊,恰恰喝完一杯茶,就发现帝君醒了,一副喜不自胜的模样。 东华已在床头看着摆出一副感激涕铃模样的凤九,眼里略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他懒懒地玩弄着墓杖上垂下来的银丝流苏,等着凤九慷慨激昂的致谢词。 果然,凤九清了清嗓子,挣了正衣巾,抚了抚头发,打了打精神。 他把语调尽量变得愧疚而悲痛,帝君你,一个你字还没完,就末地听见外面连颂悠悠的说话声,还没醒。 哈,这家伙平日里那副鬼样子,挨一下也好,改日我定要好好谢谢凤九那小丫头。 这小丫头,导舍人才啊。 凤九脖子缩了缩。 冬华扬扬手示意他闭嘴,便闭起眼睛,继续听外面某人兴致勃勃的声音。 那么多年没见过冬华被人弄得这般吃别了,此番定要好生见识一下。 要是有笔墨就好了,我把他这副刁壁样子给磨下来,看他以后还怎么拿我说事。 一门心思要抓冬华小辫子的连颂神君一脸兴奋地跟在药君身后,一路幻想着自己此番搞到了冬华的把柄, 头见识就是让冬华把成玉这个干女儿给退了。 他一路想着,只觉得平常绿油油的太成功都变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起来。 心里对自己折讨的儿媳妇又多了份满意,这白浅的侄女,那是多么的有出息啊。 春风得意地连宋君进了门,连扇子都没来得及打开,便看见冬华好整以侠地靠在床头看着他,身边还站着一身素衣的凤酒, 此时正在眺望着窗子外面的风景,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态。 守门的小仙娥移了一声,她可是尽职尽责地守着帝君的寝殿, 人之和公主来了几遍都本着要军的嘱咐,毫不客气地把她给轰了回去。 可这位凤酒殿下是几时进了帝君的寝殿,她真没看见。 小仙娥困惑地望着正陶醉在窗外景色的凤酒, 心中暗暗觉得这凤酒殿下伪食不是寻常天族女子,那是有着十分了得的记忆。 有着十分了得记忆的凤酒,看见了这位小仙娥正崇拜地看着自己, 便本着青秋自古统治阶级平易近人的规矩,冲那小仙娥笑了笑,如春风般温暖。 连宋咳了一声,拿扇子想遮住脸顿走。 她有些哀怨地看着身边的药君,这人不是说东华这商药调养七天吗? 这连一半都没到,怎么就醒了呢? 她善善地冲东华打招呼,东华呀,这商大好了,真是可喜可贺。 东华很客气地回了一句,谢谢。 连宋大大的在心里感激东华,觉得这个朋友还是够义气的, 直到在小辈神仙面前给他全个面子。 只是他心里的感激刚刚起了个头,东华就平静地补充道, 我干女儿还好吧? 凤九一个没忍住,在一旁偷偷笑出了声。 她目送着连宋一副受了内伤的表情离开了寝殿, 发觉偌大的寝殿里又只剩下了她和东华。 那位崇拜她的小仙鹅在离开时还身为体贴地替她们关了门。 一屋子淡淡的白痰香味萦绕在她的鼻尖, 她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刚刚好不容易起来的气势被连宋这么一绕,顿显无力。 她低下头用手不时地扶扶自己的裙摆,有些无措。 微风自窗外吹来,清零的银丝流苏,随风轻飞慢舞, 把瑞瘦炉子里成的檀香白烟绕得千字百态, 徐徐鸟鸟的,就像是九天上的流云。 透进来的缕缕月光,使中年阴寒的太陈宫有了些清澈矿位。 那柔顺的银丝把凤九的脸颊挠得有些痒, 她不由地拿手揉了揉。 抬眼看东华已经又闭上了双眼,眉宇间含了些疲惫。 似乎她也不是她想得那样强大,凤九歪头思考了一下, 觉得东华这样子也不便相扰,便打定逐意回去了。 她刚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点起脚尖想把窗户关上。 十三天入了夜是很冷的,她那时还是只狐狸的时候, 每每到了晚上都觉得有点受不住,全靠缩在东华盖的被子里取暖。 但东华每次只盖那么薄薄的一层颈被,就让她觉得十分的崇拜。 虽说那时睡在东华榻上,不知为何总觉得后来不大冷, 但她深思熟虑了一下,觉得东华如今是个病人,比不得平常的光景。 她这伤说到底还是由她而起, 她自然要多把她的康复状况挂在心上。 这扇窗子恰恰开在一栏屏风后头, 这是她当初更在东华身边没有的玩意儿。 她当初飞进来的时候还觉得这屏风真是好, 可要观还不能弄出太大声音, 这屏风倒成了一个大大的麻烦。 就这么直愣愣地处在窗子前头一点点, 那一段间隙小的连凤九这种体态的女子都只能扼腕而叹, 这太成功的仙臂们要有多么纤细, 才能挤过只有一纸宽的间隙把这扇雕花窗户给关上。 不关了,免得你下次不方便进来。 一直在养神的东华终于开了口, 制止了凤九打算把那屏风垫走的行为。 凤九啊了一声, 有些惊讶东华没有睡着, 又想到自己没走, 他肯定不习惯在外人面前睡觉。 心里又有些歉意, 便点点头, 真是扰了帝君安歇, 我便回了。 他刚一低头, 便看见了那星天的屏风上画着的图案, 是一只小小的灵狐, 正一脸欢欣鼓舞的, 在白檀木搭起的亭子里晒太阳。 那小狐狸耳朵并着爪子是白的, 其余地方红红的像团小火球。 那团小火球烧得他心里热了热, 他回过头, 东华安静的睡颜, 在白眼鸟鸟中有些看不真切, 却让他沉默了很久的心小小的跳了跳。 只是小小的, 跳了跳, 凤九打从东华那里回来, 就一直有些不淡定。 他拖着塞望着青云店里, 被夜晚的微风吹得东摇西晃的烛火, 想起东华寝殿里, 新添了那瓶屏风, 一时间觉得惆怅万分。 这么左思又想东拼西凑的, 还堪堪得了一个了不得的结论, 东华对自己这只宠物, 怀了不一般的感情。 虽然吧, 凤九以为这感情再怎么不一般, 也是主人对宠物的眷恋和不舍, 到底还是让他欣慰了一番。 不负他当年为了东华伤情伤的伤筋动骨, 东华原来心里还是存了他。 挑灯夜战团子, 看见嘴上说要来帮他的凤九, 只顾着看烛火发呆, 丝毫没在意自己小小的身体面前, 堆了多么多的书, 想起白日李承玉教育他女人最不可靠, 恋爱中的女人尤其的不可靠。 不由地生出几分肖色心思, 他娘亲是如何的残忍, 如何的不人道, 让他这个小孩子来做这么难的佛礼作业。 怪不得说女人是祸水, 一向疼他的父君竟然连句好话都没给他讲, 还火上浇油地从落满了灰尘的书堆里, 扒拉出几本生了虫柱的, 说这是他小时闲着没事干看着消遣的。 团子对着那几本全是深奥佛语的古书默默地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父君的童年真是心酸且刺激。 眼见得东方即白, 凤九早早就睡下了。 团子郁闷地想着, 他娘亲向来说话算数, 说了白天要来检查, 就一定回来检查, 说了没完成, 就罚他去帮哲言爷爷守桃林, 也一定会兑现。 他估摸着, 要是哲言爷爷和白真叔叔炸中间伸出他这么一个红灯笼, 意思继续参考电灯泡, 心里绝对不会爽, 那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既然左右都不好过, 团子申以为, 既然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会在沉默中灭亡, 那么还不如在沉默中离家出走找外援。 他深思熟虑了一阵, 想到了东华帝君, 这位传闻中与他的凤九姐姐关系匪浅的尊神。 最重要的是, 据说他都是一边看佛经, 一边钓鱼的。 小小的团子抱着比他还高的佛经, 趁着卯日新君还没把朝霞铺开, 踏着上朦胧的月色, 偷偷避过了守在青云殿里的小仙鹅, 大摇大摆地沙网泰臣公。 东华睡得一向不沉, 突然听见寝殿里扑斥一声重落地的声音, 接着就是有人捏手捏脚的翻窗子的轻响。 他以为又是凤九那丫头冒冒失失地来了, 于是还专门打个仙杖, 避免扰到外面的仙壁, 心里还想着, 这青秋的教育真是素质教育, 三万多岁了, 连只鹅子都变不利索。 哪晓得他靠在榻上, 先看见了一堆佛经颤颤巍巍地力道了他更前, 然后就是小孩子软弱的嗓音, 东华哥哥, 你好歹搭把手挖, 阿黎抱不动了。 东华被一个五百多岁的小孩子换作哥哥, 先是愣了愣, 然后单手帮他把一堆落着灰的古书放到一边, 颇有些疑惑地问, 你来做什么? 团子蹭蹭地先把摇摇欲坠的书符好, 又跑到桌子上倒了杯茶, 咕嘟咕嘟地喝了一会儿。 等把有的没得忙完了, 才摸摸嘴巴严肃地看着东华。 东华哥哥, 我是凤九姐姐的表弟。 团子颇为郑重地重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嗯, 东华起来松松地披了件外衫, 等着团子的下吻。 团子见东华没有什么反应, 一时之间有些失望, 但很快地振作精神, 继续道, 凤九姐姐一向很爱恋我的。 东华还是没有反应, 自己倒了杯热茶。 团子纠结地拽了拽自己的小衣襟, 他按照成郁姐姐给的画本子上的套路, 已经把这个裙带关系暗示得十分明显。 但看样子, 东华并没有懂得他处心积虑的暗示。 他垂头丧气了一会儿, 眼见得太陈宫外烟霞漫天, 又是一天的瑞祥平泰之兆。 可这十里流云万里明光此刻, 却成了他的催命符。 团子默默地祷告了一下, 闭着眼睛说, 嗯, 其实吧, 是凤九姐姐托我来找你的。 东华文言果然停止打亮屏风上栩栩如生的小狐狸, 转而看向因为撒谎没什么惊艳而脸通红的团子。 团子见话起了效果, 再接再厉道, 我娘亲罚我, 啊不, 罚凤九姐姐写弗里课的作业。 他写不完, 就让我找你帮忙。 团子严肃地补充道, 人命关天啊。 东华哥哥, 你一定要救我, 啊不, 救凤九姐姐。 东华抬手随意翻了翻那些书, 不经意道, 他找你来帮, 可说了什么条件? 团子暗自思考了一会儿, 掂量了一下是得罪他娘亲严重还是得罪他凤九姐姐严重。 两相比较之下, 他凤九姐姐显而易见就成了他救命的牺牲品。 凤九姐姐说, 他说, 他说若是此次帝君肯帮忙, 他, 他愿意, 愿意, 团子绞尽脑汁地想着平日里画本子里的小姐们是如何抱救命的, 恩人的大恩, 灵光一闪道, 凤九姐姐说他可以以身相许。 说完暗自得意, 觉得自己虽然听成语讲那么多的话本子没听懂几个故事, 但耳濡目染下来那些桥段还是记了个清清楚楚。 天真活泼的糯米团子以为, 所谓以身相许, 就是凤九暂且帮东华当当打下手的跟班, 算不得有多吃亏。 东华眼里起了笑意, 他扶了扶茶杯上的茶墨子, 问, 以身相许。 团子甚欢心地点点头,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凤九给卖了出去。 东华拿茶杯的手略微顿了顿, 便淡淡道, 把你的书留下来吧, 能不能早点送过来。 我娘亲说我, 啊不, 凤九姐姐若是没能在她检查时昨晚, 会死得很惨。 团子联想起白浅说这话时, 唇角勾起的浅笑, 顿觉的身后阴风阵阵, 后果很严重的。 嗯, 东华应了一声, 团子赶到窗外的刘霞顿时锐气千条, 连几天来赶作业的疲惫都一扫耳光。 他身为感激地看了看东华, 觉得他是相当的亲切和顺, 哪里有平日小仙鹅们嚼舌根屎, 说得那么不尽人情。 凤九随着白浅在二十三天的花园里逛了几遭, 仅遵团子的阴阴嘱咐, 尽量地拖着时间让他有充裕的空闲赶作业。 可白浅逛了一阵就乏了, 带着他异性阑珊地返回了喜武功。 凤九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团子, 但料想着姑姑说得怕是玩笑, 心里的内疚感也连带着少了很多。 但看着团子整整齐齐落在一起的作业, 凤九和白浅都吃了一惊。 白浅执着昆仑善, 甚为吃惊地看着那一本本书上密密麻麻的迎头小凯, 感到十分的头晕。 头晕之后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团子的慧根终于还是遗传了叶华的, 他就不用操什么心了。 心情一派大好的白浅摸着团子的头赞扬了几句, 便转头去找叶华君商讨关于团子的教育问题了。 只有凤九看着那泛黄纸张上的墨迹似是有些熟悉, 带白浅走得没影了, 便把团子拉到一边问, 你说实话, 这作业不是你做的吧? 团子承认得很大方, 东华哥哥帮我做的。 那一声脆声声的哥哥叫得凤九鹅脚, 有点发紧。 他端起一支茶杯, 有些困惑地问, 帝君不是随便帮人的神仙, 况且你和他实在没甚关系, 怎迪会大发善心地帮你? 团子攥起小拳头, 阴阴窃窃地爬上凤九的膝盖, 感激地对凤九说, 凤九姐姐, 你帮了不少忙。 愧疚但开心地补充, 东华哥哥很好骗啊, 阿丽对他说这作业是娘亲罚你的, 他如果做了你一定会好好感谢他的, 他就答应了。 凤九扶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又想, 自己出面做个人情救救团子, 也未尝不可, 没必要这么纠结。 于是摆出一副大肚样子道, 算了, 看待你是我唯一的表弟, 这个人情我就替你接下了。 他喝了口冷茶润嗓子, 便把粘在他膝盖上的团子拎了下来, 打算出去透透气。 方才逛园子逛到一半, 便和白钱打道回府, 让他有些憋闷。 他走了几步, 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便退回来问正在斗区区的团子, 你方才说你以我的名义告诉东华, 我会好好感谢他。 团子斗区区正斗得起劲, 便指恩了一声, 只是说感激, 没有别的什么吧。 凤九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有种被算计的感觉。 啊, 说了的。 团子文言放下了曲曲, 脆生生地说, 东华哥哥问我你打算怎么谢, 我就告诉他你说可以以身相许, 凤九姐姐你怎么了? 来人啊, 凤九姐姐晕倒了。 凤九清醒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庆云殿的古案架子上摸了一个比较顺手的花瓶, 追着团子绕着喜无功打半天, 说是要代替自己的姑姑, 好生管教管教不听话的儿子。 团子十分委屈地跑着, 一边还回头教导, 阿里又不知道以身相许是什么意思, 只是成语姐姐常讲给我听, 我碰巧记住了, 凤九姐姐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小孩子家, 到底没法和她治太多的气。 当晚凤九收拾了包袱, 正式向姑姑姑负辞行, 表示自己已经在九重天上住了很多的时日, 十分想念青秋, 身为青秋的女君, 自然要回去好生历练。 叶华正在帮白浅盛一碗乌鸡汤, 听到凤九的辞行放下汤匙说, 朱雀一直不开口说谁指使她引你去索邀她, 但肯定是针对你无疑, 你这么一走, 怕是不安全。 凤九叹气道, 大概没人指使吧。 叶华均不说, 她倒忘了此番, 让她倒大霉的是朱雀这位故人。 朱雀的来头很了不得, 她是在大圣佛经的卷轴里幻化出的一只神鸟, 因为羽毛鲜艳欲滴, 宛若朱沙, 便得了朱雀这个名字。 她自被东华在披佛经时发现, 便带在身边养着, 后来幻化成人形成了一位很灵秀的女子。 却不知为何, 离开了太成宫, 投入了太上老君的师门, 做了做神。 朱雀长得娇美, 但性子很利落, 以前凤九当小仙碧, 是常见的她在太成宫门口徘徊, 有时便和她聊上几句, 觉得此女慧之蓝心的比之鹤强上很多。 当然, 身为四大座神里唯一的女仙, 她的性格也比别的天族女子倔强。 这么前后一想, 凤九深以为, 要是自己再在这九重天上待几天, 和东华再生出什么事情来, 她老人家几十万年的情债桃花, 都找上无辜的她凤某人, 那日子恐怕更是水深火热。 白浅见凤九去意已绝, 也没挽留。 嘱咐了几句后, 便让奈奈带着她离开了。 叶华看着白浅这般作为, 有些奇怪, 浅浅, 你不是说小九待在九重天上, 你没有那么闷吗? 白浅见凤九已经走远, 便递给了叶华一封拆开的信, 比鸟族的信使前几日送来的信。 叶华看了看信封, 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青秋女君殿下丸子亲戚。 女君, 小九的信, 白浅无视了叶华眼神里透露的你好意思偷看人家小辈的信一尾, 大大方方地喝口鸡汤, 小九见到这称谓, 怕是就要火猫三丈, 哪里会拆来看? 我照顾照顾她, 帮她看看, 也算不得, 也算不得偷看嘛。 叶华叹了口气, 颇为无奈地拆开信封, 看里面写的什么? 丸子, 见信如物, 帝与子于万年未曾相逢, 如今甚为想念。 每见凤与怒放, 总梦回当年于夫子堂上嬉戏之景, 甚枉哉, 往事不可追也。 钱文德子孤白浅上神大婚, 因恰逢要事于身, 未能亲来道贺, 甚汉。 今奉皇叔之命, 欲往青秋拜访数月, 帝望子念及旧义, 定要亲迎。 香里蒙敬上。 香里蒙? 叶华没听说过这人, 也不知道白浅到底在坏笑些什么。 白浅又盛了一碗汤, 喝了一小口, 开始同叶华讲这香里蒙和青秋的渊源。 这个渊源要追溯到白浅的身上。 当年比鸟族的九皇子曾经见过白浅一面, 便要死要活地, 想把白浅娶回家。 奈何他们族里有条铁打的规矩, 说是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正, 不得与外族通婚。 这条族规打散了不少命苦的鸳鸯, 这九皇子也不例外。 但他尚未有了权力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条据说天垮下来都不能改的规矩, 永永远远地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虽说废了这条族规, 白浅最终还是嫁给了天族的太子殿下叶华君, 但此举据说很得年轻族人的支持, 靠着这项伟大的政绩, 九皇子, 也就是现在比鸟族的九王爷, 是全比鸟族民意支持率最高的。 这个故事告诉世人一个道理, 什么铁打的规矩, 刚造的族规, 在统治者面前就是浮云。 话说回来, 就要说说香里蒙了。 香里蒙是比鸟族五王爷的儿子, 年纪比凤九小, 上个一百年。 因为生得可爱, 天性又活泼, 喜欢四处乱跑, 在四海八荒就得了个萌少的昵称, 说他长得萌动八荒, 是个不可多得的妙人。 因为年岁近, 两族之间又有些来往, 凤九和香里蒙便念得同一所思数。 后来凤九每每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 都觉得最痛苦的不是考试, 夫子的刁难, 深奥的佛礼, 而是香里蒙执着地跟在他身边一口一个丸子姐姐。 蒙少第一次听说凤九的名字, 便觉得此名和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的乌鸡白凤丸非常有缘分。 自以为这个绰号起得是动听又顺口, 于是带头在私塾里叫了起来。 后来凤九靠着自己的拳头, 打得很多人都不敢这么叫他, 连全名都省了, 直接叫凤九。 外人皆以为那是因为青秋的小殿下, 在同学中人气很高, 所以大家喊得轻逆, 殊不知这轻逆背后有多少的残暴镇压。 可是蒙少不买他凤某人的账, 依旧一个一个的丸子姐姐叫得春朗花开, 万物复苏。 凤九因为老是追不上他, 只能咬牙暗恨。 后来凤九喜欢上东华, 香里蒙却是第一个看出端倪来的。 他奇怪, 一项考试都考得中不溜丢, 偶尔还垫垫底的凤九, 怎的就对上古史如此的开窍。 后来通过旁敲侧击, 凤九也红着脸半遮掩半成刃了。 蒙少虽说平时对凤九不咋样, 但是这种秘密愣是没对旁人讲, 还苦口婆心地劝了他一阵。 胃果之后便不知怎的病了, 请了几个月的病假便没再来上课。 凤九觉得夫子堂上再没人敢叫他丸子, 一时心情十分的舒畅, 头几个月还长胖了几斤。 虽近万年不见, 凤九每每提及香里蒙, 都是除之而后快的语气。 叶华听白浅这么一说, 似笑非笑道, 浅浅原来还有这么一朵桃花, 我倒从未听说过。 你当初都收了人家九王爷的羽毛, 想必那九王爷也是一术临风啊。 都说哲儿肖叔叔, 那蒙少如今自然也是生得十分的好。 那是, 当年, 白浅开了个头发觉叶华的语气有些不对, 便陪笑道, 那时我还年轻, 没什么见识。 那现在呢? 叶华提着筷子问, 白浅肃然地望着叶华, 你自然是天上地下长得最好看的。 那什么九皇子九王爷, 都是天边的浮云。 叶华甚为满意地点点头, 不再计较。 过了一会儿, 他又问, 这信什么时候送到的? 前几天, 嗯, 半个月前。 白浅扣了扣茶杯盐, 本来前几天想让小九回去, 没想到又生出些事端来, 就拖到现在了。 小九现在回去, 应该没耽误迎接蒙少吧? 眼下的凤九连狐狸洞都没进, 就待在了洞口。 他揉了揉眼睛, 又揉了揉。 苍天啊, 谁能告诉他, 那个从小一口一个丸子姐姐的香里蒙, 怎么从比鸟族跑到他凤九的狐狸洞, 还喝茶喝得如此的自在。 见到凤九,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蒙少放下茶杯, 冲凤九温暖地笑了笑。 丸子, 那声丸子叫得他浑身一抖。 凤九艰难地问, 你, 你怎的会在这里? 蒙少惊讶道, 我可是先给你来了信。 我没有, 那看来我们缘分匪浅啊, 有些人注定要遇到的。 凤九, 他们是有缘, 但是是孽缘。 凤九没理会蒙少的打趣, 自顾自地把手上的包袱收拾到了礼物。 他不由地感叹, 尼古老儿真是一等一的贤惠, 他的小屋子居然没有落灰。 晚饭的桌子上, 白真却随着哲言回来了。 白真看了看凤九, 又看了看蒙少, 在颇有深意地和哲言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便从容落作, 任由凤九一个人在厨房里累死累活。 四叔不是去西海贺苏默夜的生辰吗? 这几日就回了。 饭桌上凤九忍不住问, 哲言哈哈地笑了一声, 西海这几天忙得很, 这二皇子自然是没空闲顾得珍珍的。 我见得珍珍在西海也无聊得很, 就找个借口把他带回来了。 泪声珍珍刺激的蒙少和凤九拿饭碗的手抖了抖。 凤九到底是见惯了的, 很快打起精神说, 苏默夜一向同四叔交好, 此番怎么会让四叔先回呢? 白真感叹道, 这倒不怪他。 这一辈的西海皇族运道推差了些, 好不容易有件喜事, 高兴地失了常态,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是, 凤九困惑道, 苏默夜成亲了, 还是蝶庸成亲了? 蝶庸不是说非我辜负不嫁吗? 蝶庸不是西海大皇子吗? 沉默了许久的, 蒙少终于开口。 对呀, 凤九依赴理所当然的样子, 被刺激到的蒙少继续低头跑饭。 都不是。 折言缓缓道, 你们还记得西海有位小公主吗? 感谢观看